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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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麼樣 一切可好 是服過藥之後好多了 這是豈有此理 年事竟敢對你下手 他真以為有他哥年更搖成腰 就可以為所欲為了嗎 德妃娘娘已經懲罰過他了 讓他在府中撕過 撕過 這懲罰豈不太輕了嗎 他不過就是想給我來個下馬威 讓我和四哥劃清界限 誰能保證不會有下次 不行 我得跟四哥說清楚 逆祥 這是後宮之間的事 跟四哥沒有關係 怎麼會沒有關係 這一切都是源於四哥對你的念念不忘 我本也打算放下 不再跟他提 可誰能想到一個避諱 既然變成了傷害你的倒影 我怎能不管 有些問題留下來 只會釀成更大的災禍 我會去跟四哥說清楚的 說 誰給你的膽量 讓你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 也請息怒 德妃娘娘已經給了年事懲罰 太羽之錯 下毒害人 歹毒如此 你還有資格到我的附近嗎 爺 還不愧向爺認錯 是我的錯 可是我不服氣 爺以為你仗著你哥 我就不敢把你給羞了 爺 爺 是 年事的話 究竟何意 你聽到什麼 就是什麼 現在解釋 你也聽不見耳 我能說的 就只有帶年事向你們道歉 我的家事 我自會處理好 你別再給我迴避了 你明知道我在問你什麼 四哥 請回答我 一切都已經過去了 是嗎 倘若如你所說 為何會釀成今日之事 四哥 你的心意 就是一切事情的關鍵 無話可說 當日小微被還阿瑪關押 你我一心救人 暫時把一切放下 我也絕口不提 可我沒想到 原來你至今都沒有放下 別說了 我沒有做對不起你的事 至於我的事 不用你管 不用我管 我的四哥當日 可是一直想把我的父親 留在他身邊 我可以不管 我明明知道那段時間我生不如死 小微的死讓我有多痛苦 你不是不知道 可你卻把他 放在你身邊 而不讓我知道 我寧願選擇把他留在身邊 也不告訴我真相 你為什麼不說話 說呀 若不是小微最終逃出來 你是不是打算一事都不告訴我 讓我真的以為他已經死了 四哥 你到底是何居心 這就是我最尊敬 為他拼命的四哥所為嗎 對 是我不顧兄弟情義 是我還留著私信 就想把小微 當成一個以死之人 永遠留著 你為什麼 因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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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放下小微 心裡仍存在 對他的那份感情 自從小微回到你身邊的那一刻起 我就只能在旁邊默默地守護著你們 再也沒有過非分之想 約束 守禮 歸行舉步 如果這樣你還責怪我 那只能是我對不起你 又打又罵 來啊 不 尾娘 此乃蒙頂甘露 兒妻特意風來 傾心一審 可惟尾娘小姐凡悶之氣 额娘 您莫为后宫奋争所烦心 儿媳想 您是给额娘责罚后 定当知错 此事也已告一段落了 本宫早就跟他们叮嘱过 可还是闹出了如此放肆之事 后宫已经不把本宫放在眼里了 反了 都反了 额娘一直以来为后宫尽心尽力 恩威并施 这后宫上下 无不对额娘尊敬有加 岂有作反之理 只是 儿媳申明 您是不顾额娘警示 时事胆大妄为 可是 这同为女子 儿媳也不难明白年事的心情 你是说 本宫错怪年事吗 额娘当然没有错 年事应该受罚 只是 这身为福晋 得知府中阿哥与别人有染 是真的也好 流言也罢 又岂会不起极度之心呢 更何况 年事为人直率外放 定是受不了这口气 一时冲动 虽其心不正 但其情 也属实可怜 此事 本宫自会彻查 儿媳就怕 即便事情水落石出 也难解年事心中的欲解 为什么 儿媳不能说 本宫要你说 额娘恕罪 儿媳不想再掀起风波了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情的真相 你还不快说 儿媳什么都不知道 只是 年事亲口告知说 四哥 四哥一直对于宁未能忘记 即便此次查出于宁无故 也难保今后 同样的事情不会再次发生 于宁 怎么又是那个于宁啊 罗娘 您别怪罪四哥 试问这人非草莫 感情重在心头 又怎能轻易放下呢 只要四哥和于宁 不作越轨之事 就不会有损宫中的名声 难道此事 本宫就放着不管了吗 额娘恕儿媳直言 这压迫越大 抗力也就越大 额娘越加阻止 只会惹来四哥的反感 做出意想不到之事 额娘 您可曾还记得 当年先帝深爱着的黄贵妃 这一份感情所带来的影响 实在是不可获算的 皇上为江山社稷 费尽心力 可一定要保重龙铁啊 听说最近 后宫出了一些风波 臣妾办事不力 惹出风波惊扰了皇上 请皇上恕罪 朕没有拜你 起了吧 在你的辅佐之下 后宫被打理得井井有条 朕是知道的 皇上言中了 这是臣妾分内之事 后宫嫔妃虽不设政事 但是 嗯 有话就直说 为何吞吞吐吐的 恕臣妾直言 如果因为一个女子 影响了阿哥们之间的和睦 那绝非皇上所愿 如果他日为君者 不能像皇上一样英明治国 为情所困 影响了江山社稷 那绝非大庆之福 早前 万岁爷 十三福尽到 皇上吉相 起身吧 谢皇上 你可知 今日朕召你来 是为何事啊 倘若皇上是因为近日风波 招来于宁 请皇上不要怪罪其他人 事情都是因我而起 你是说这些事 皆因你而起 我也不想成为这样的角色 可是无奈被牵扯其中 发生这样的事情 于宁则无旁贷 还是要将所有的错处 都揽到自己的身上 我一直就这样 我也没办法 朕现在问你个问题 你要如实地回答 朕当日 给你和印翔赐婚 当时并没有给你自己选择的机会 倘若现在 再给你个机会让你自己选 你是否会 选择嫁给老四 老四 犹豫了 绝非犹豫 我只是奇怪 皇上为什么会问一个已知答案的问题 你的意思是 你依然会选择嫁给印翔 是 既然我选择了嫁给印翔 我心里便只有印翔一人 刀架在脖子上也不会改 皇上知道 云宁不怕死 只怕后悔 如果说了谎 后悔一辈子 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我想 如果刀架在印翔的脖子上 他的选择也会和我一样 如果印翔和皇上一同遇险 我也会去选择救我最爱的那个人 因为这是人之常情 人之常情 你可要记着你说的这些话 云宁谨记皇上忠告 如果没有皇上的提点 我也只会这样做 好 无事了 你退下吧 你都听清楚了吧 朕这次对你很失望 你明白你错在何处了吗 儿臣明白 儿臣知错了 以后 定不会再有任何非分之想 专注内务 为我大清江山射击 效力